好了我们继续跟LISA来聊聊 就是大家最近非常紧张的一件事情 就是突然间移民局的政策大翻天 然后很多人就在群组在各种地方 在那边嘀嘀嘀讲一对有的没有 然后谣言满天飞什么的 我们就请LISA来跟大家聊聊 关于这次所谓的工签的变化的这件事情 其实也不算是一个翻天啦 当然我觉得这次他当然比较狠的 是他在礼拜天的中午下午呢 就放了这个新政策 然后放出来的时候 他一点风向球都没有放 当然很多人事先有人 很多人猜测了这个工签会有变化什么的 但是之前也都没有说他们会怎么变化 然后突然在礼拜天的下午呢 就把这个政策放出来了 所以当时就当时就啪就炸了 我记得礼拜天下午4月7号 礼拜天4月7号 很有趣就是我刚好跟一个朋友讲电话 电话讲的比较久 电话挂掉之后 手机打开翻开我的微信跟LINE的那个软体 打开以后全部都炸掉 对对对 比如我自己也是被人家一直讲说 啊闭关锁国啦 然后什么什么 一大堆这种有的没有的就来了 但其实不是闭关 没有到闭关锁国 他只是因为这几年的这个工签 非常非常多的变化 就是之前劳工党在执政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这些规定呢 其实在我们在这个细则出来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先去把这个细则读了 一遍到底哪些变化 那我们会发现 其实当时就有一个移民顾问就直接说 以前的时代回来了 就以前的时代回来了 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这些东西都不是新的概念 这都是以前的签证 我们就会遇到的东西 只是在劳工党它在变化的时候呢 把一些规定 一些比较严格的规定拿掉了 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做工签申请的时候 既然我要从海外引进一个有技能的工种 不管是什么工种 可能是木工 可能是厨师 可能是老师 那我合理的要求这个人有相对应的学历 或者是有相对应的工作经验 他才有资格到纽西兰来工作嘛 因为我既然我没有办法找到纽西兰人 这样子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人的背景的这个要求呢 在之前的这个前几年的这个工作签证里面 是没有被要求的 雇主可以说我要申请一个职位 但这个职位我不需要任何的经验 不需要任何的背景 那这个东西其实你回头去想 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 如果你不需要被 如果你不需要任何的工作经验 不需要任何的这个学历 为什么你不能请当地的纽西兰人呢 那也就是而且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这个 很放松的这样子的工作签证的这个流程 就造成了前几年的好多的这个剥削固组的这个故事 所以他其实现在只是把这些规定再放回来 去要求你有基本的能力才能来纽西兰人工作 整个大体的这个方向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嗯OK 所以不用紧张吗 其实说要不要紧张呢 我觉得是说已经还没有来的人呢 就是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这个这么低的门槛就不见了 他就维持一个一个一个一定的门槛 就是我要来当木工 我好歹是要有个木工相关的经验 我可能在已经做过三年的木工 那这样子 那我们说到会紧张的人呢 其实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人已经来纽西兰的人 然后呢续签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 然后呢这一次带回来的一个观念呢 是以这个观念也不是新的 也是以前旧的观念 就是所有的工种呢 所有的职业呢 有分为五个类五个类别的这个五个职业技能的这个级数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 那一级就是一般的总经理啊 老师啊 律师啊 医生这属于一级的 那三级的就是我们刚刚讲木工啊 那四级呢 就是一般办公室文员 移民官就是四级 移民局里面的移民官就是四级 那五级的话就像清洁工就是属于五级的工作 因为你要去做的不同的工作 会有不同的这个要求 那不管要做什么样的人 他都会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这是如果你要申请纽西兰的签证 工作签证 我讲的工作签证是雇主担保签证 一二三四五 不管是申请哪一个级数的工作 都有一个基本的观念 基本的要求 就是这个人呢 对于自己要申请的工作呢 可能至少 至少要有三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 如果没有三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 至少要有四级以上的学历 四级是纽西兰的这个 学历认证的四级以上的相关学历 那这个学历呢 如果是在海外取得的话 就必须做纽西兰学历局的认证 或者是说 如果这个人已经是大学毕业了 那就可以认定为这个基本的 这个最基本的条件符合了 所以大学学历 这个时候就变得很重要 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 要申请工作签证之前 你就这三个条件 你一定要有其中一个条件 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是 涵盖所有的工作 那如果这个工作 是属于四级五级的工作的话呢 那另外还要再加一个 英文程度的要求 那英文程度要求 就是要求雅思四级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高啦 但是 不高耶 对啊 不高耶 那这一次不是也很多的工种的门都被关 被关 被关闭了吗 其实也并没有 也并不是说工种的门被关闭 他讲的就是 以前我们也有讲过说 因为纽西兰非常欠缺护工 非常欠缺校车司机 公车司机 所以如果你愿意来纽西兰当护工 或是当校车司机 公车司机的话 只要你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待满两年以上就可以申请居民 这是以前我们讨论过的 那他这一次关掉的就是公车司机 那他所谓的关掉是 公车司机还是可以来纽西兰 还是可以办理工作签证 这个都没有问题 他的差别是 已经不能再用这个职位来去 我们之前讲的这个特殊 特殊入境 就是两年的这个特殊入境 如果你在其他的就是 技术移民上 符合到分数的话还是可以 可是这个特殊的 这个两年的路径是没有的 那这个特殊的两年的路径 没有的话 我们就特别声明一下 他讲的并不是说 今天关了之后 那现在已经开车开了 一年的人怎么办 这个是不影响的 4月6号之前 已经开始这个工作的人 可以继续把这个两年给走完 然后呢申请居民 这个是可以的 可是从4月7号开始 从他政策公布的这天开始 这条路关到了 所以假设我明天 要开始去 那个公车 开公车 那就不行了 这条路就不能再使用了 工作还是可以工作 只是不能用这条路 去申请居民了 对 对 再讲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基本三概念 有特殊情况 如果这个工作 已经是绿色清单的工作 或者是有职业 这个东西是有特殊的状况的话 是可以跳过这个三个条件 但是这个三个条件 是大部分的情况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一个重点啊 就是说因为移民局的政策 它其实一直都在变 对不对 它其实一直都在变 所以现在是这样 不代表说以后它还是这个样子 然后或者是说 现在它是开放的工种 不代表以后它还在开放 就是它会有各式各样因应不同的 政治经济社会的情况去做调整的 它一直都会这样子 应该这么说 所有的工种都是在的 就是要来纽西兰工作 只要雇主找不到纽西兰人 要聘请海外员工都是可以的 除了性交易的部分 其实所有的工种都是在的 只是这样的工种 它有没有你当时计划的这一个移民路径 可不可以再去使用你当时计划的移民路径 这个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有变化的 但是工作签证的部分都是在的 但是可能因应工作签证的政策的变化 会造成这个工作的申请的严谨度 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讲四级五级的工作 四级五级的工作呢 它现在有一个要求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要申请一个清洁工 我今天要申请一个办公室雇员 职员 那这是属于四级五级的工作 那它这个时候它就会 移民局就会要求你 先到纽西兰的福利局 Work in income 去问它有没有人 然后呢有Work in income 会根据你的需求送人来给你 说这些人是要找工作的 请你先领 优先使用这些人 那直到这个Work in income 给你的人 你都确定也都是不符合的情况下 Work in income给你一个 我们叫做Skill Match Report 你必须要拿着这个Work in income 就是这个福利局给你的证明 说福利局也没有人 我打广告也没有人 那我才能申请人 那这个时候它的严谨度就高了 因为它为了要先保障当地人的这个就业的权利 所以它在申请公签的时候呢 更多的程序 但是如果真的找不到人 因为假设一些特殊的工作 真的找不到人 那还是可以找到 还是可以申请公签证的 对 然后可能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移民途径可能会有更改 那所以移民途径更改怎么办呢 那我们都不是法师说 我们也不知道移民途径以后怎么会更改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得到 像现在要的就是高学历高人才 高技能的人才 所以不管怎么变化 我一直在讲的就是说 培养自己本身的技能 培养自己的学历是很重要的 有了好的学历有了好的技能 其实签证就只是 它的规定就是可以很容易找到符合自己的一条路走 当没有很好的学历或者是没有很好的技能的时候 就会发现很容易被这些新的规矩 更严的规矩给影响到 那就要更辛苦 对 而且你既然有打算你也想要来纽线工作的话 你也知道这个国家是讲英文的 那你英文自己本身 你要想办法去拉到一个程度嘛 其实政府这次说为什么要求四级五级的 要求英文能力 英文程度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当你被雇主欺负 当你被公主无主剥削的时候 你要知道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而且因为你有足够的英文能力 你才有办法知道你的权利在什么地方 这是他们其中的政府的一个说法 但是其实听起来雅思那个要求其实真的并不难 因为那个程度大概就是我自己觉得 就是台湾的国中毕业的程度 就是至少会话日常讲话 人家问你能答得出来 其实他就是这样的程度 他并不是什么很高深 你要懂很多很艰深的文字或是什么 其实并不是这个程度 对而且其实工作如果需要英文的话 因为已经拿着工作签证的朋友 如果雇主愿意让你去上课的话 可以去是可以去上课的 增加一点点自己的英文能力 因为如果假设以后要续 就是把原来的三年再变成五年的时候 在申请的时候会检查你的英文能力的时候 其实可以趁现在的这个时间把自己的英文给加强起来 这个部分是要准备起来的 对我真的觉得这点很重要 嗯对 好啦那所以其实今天听你讲完之后 就是听Lisa讲完之后 感觉上好像也没有像大家昨天那种 就是一阵的panic 然后在那边哇好像那种全世界哭惨这样子 感觉好像也不是这么的 会啊他的确影响了非常多的一部分的人群 对那可是像我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我有一个移民顾问的朋友 那他所在的职位的公司呢 他们的公司的客群呢 一直都是属于比如说四大会计师 他们的客群就在那个地方 他们看完这个东西之后 直接发一个公告就是 这个签这个新的政策不影响我们 但是我们需要跟雇主说清楚 他们的责任在什么地方 为了预防以后自己不小心 把该没有做到的责任给做到 对所以不同的人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被影响到 但是有的确有的确有一些朋友是被影响到的 那这个就会需要去注意一下 到底被影响的是什么部分 对就是这样子 反正如果你真的不幸被影响到的话呢 那就看一下趁你还在 然后你的签证还有效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自己多做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来让你自己将来去续签的时候 更有利就是这样子 对就是这样子 其实也说不上有利 因为已经规定就摆在那个地方了 怎么样去跨过那条线 对好吧那还是跟大家说 一样就是看完节目之后呢 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要再了解更深入 怎么样的话呢 我们还是会把Lisa姐的咨询的专线 放在我们说明栏 然后请大家跟Lisa姐约时间 重点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真的就是问专业的人士了 真的就像我今天听完他讲完之后 我也会觉得好像听起来没有想象中的 就是人家讲的那么的悲观或者是灰色 他只是让一切都是 就是符合那个正常的标准 就像就像你讲的一样 就是我如果今天缺这个 那我要找的人也要符合我缺的这个人的这个东西 这才是对的 以前对过去的几个月过去的几年 一两年一个月 这个部分的这个审查是比较 比较比较松散的 所以的确我们就发现很多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零零工种 嗯对 那的确似乎在逻辑上并没有那么的 嗯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了 好谢谢Lisa姐姐 然后我们之后有什么新的我们再来聊 OK 好拜拜